好 主播呢 屈屈為帶來山陀爾颱風的最新狀況 那麼可以看到記者現在就在高雄騎經這裡 那麼呢 其實可以看到路面上面其實呢 已經有部分的積水的狀況 那麼它的積水的深度其實呢 就到了我的腳踝這麼高 而且呢 可以看到呢 它是這樣一路呢 一直呢 積到整個呢 住宅的門口處 所以可以說是呢 整個就快要呢 進到了住宅裡面 其實住宅們呢 都是相當困擾 那麼呢 其實會這麼積的這麼嚴重的原因呢 其實有一部分呢 就是因為奇蹟這裡呢 就是靠近呢 港口喔 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其實呢 時間上呢 就是位於滿潮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又加上呢 騎經這個地帶呢 就是呢 低洼地區 所以可以看到這一大片呢 都已經呢 積成了 像是一條呢 小河一樣喔 看起來呢 其實是顯像還生 而且呢 整個呢 汽車行經的時候呢 都必須得小心翼翼地通過喔 那它漸起的一個水花呢 其實呢 也都 即便呢 是慢慢地通過 它漸起的一個水花呢 其實也是相當的大 那麼呢 就怕呢 會越積越嚴重喔 所以呢 其實剛才呢 已經有環保局的人員呢 前來視察喔 整個呢 水溝蓋的一個狀況喔 那麼其實 山陀爾颱風帶來的一個風勢跟雨勢呢 真的是呢 不容小觸的 因為呢 它整個霞帶的一個雨量呢 其實讓今天呢 高雄地區呢 就已經呢 有明顯的雨勢跟風勢喔 所以呢 其實呢 大家一定不可以掉以輕心喔 尤其呢 今天呢 就是因為災情呢 有可能會陸陸續續地傳出來 所以呢 請民眾呢 今天呢 因為停班停課 所以呢 千萬呢 不要出門喔 因為呢 就怕呢 整個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喔 所以呢 請民眾一定要特別小心 以上呢 就是為你掌握的現場情況主播